大家好,我是德赞 上一期咱们讲了王莽的真主妇 锦衣御使王赫 他呢,成汉武帝的照令 到这个魏军讨伐逆载 同时啊,王赫也敏锐的察觉到 这个锦衣御使这个职位啊 得罪的人太多了 将来啊,很难散终 于是呀,王赫就设下了一个计谋 忽悠着一众的魏军的地方官 稀里糊涂的就答应给这个王赫呀 牵户口,牵池塘 这呢,离这个王赫的计划呀 又近了一步 然而呢,退休的计划虽然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能不能安然退休 这呀,还是个问题 这呢,也是王赫计划当中 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因为一旦这个环节没弄好呢 前面所有的谋划 可以说都是白搭 而此刻呢,王赫也发现 他呀,想要安然的脱身 还是要从这个贼寇 哎,这一伙人的身上做这个文章 前面呢,咱们也说过 这王赫到了地方 首要的任务 他就是要除掉这个监儒和贩主 这一伙贼寇 而且呀,拿钱办事天经地义呀 何况这是天子的才是 总要有一个进度吧 所以王赫呢,本身呢 他就能力很出众 眼光也很长远 政治的敏锐性也非常的高 再加上给当地的官员呼的是一愣一愣的 很轻易 他就搞到了他想要的一些贼寇的情报 比如说呢,这伙贼寇 是怎么起的兵 有多少人 大概在哪一片出没 平常这伙人都干点啥事 啊,了如指掌 说来也巧啊 如果是一般的贼寇的话 这王赫的实施的这个计划呀 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可偏偏呢 这监儒这一伙反贼的事业呀 搞得是风生水起 这伙人呀,可谓是刀尖上起舞 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 这些人呢,往来于这个烟灶之地 隔在今天,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北省一带 其中也包括这个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南部 这一地区 这伙人呀,平常是什么好事都不干 每到一个地方 必然就是抢钱、抢粮、抢女人 您想呀,一伙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 搞了这么大一帮子人 闹起了起义 突然有了兵权了 他能不好好享受享受吗 于是呢,就以这个监儒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呀 在当时闹的事情是越来越大 一开始还简单的就是抢点粮 抢点这个食物 到了后面 甚至呀,直接就开始干什么了呢 敢杀地方官了 一度呀,甚至杀死了一个品级两千弹的官员 这两千弹在这个西汉时期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是矮郡县的最高级别的长官 啊,隔在现在呀 至少是一个市长甚至是副省长的级别呀 好啊,这王鹤一听 来了这么一下 哎,这就找到突破后了 于是呢,王鹤就把这一些这个魏军的大小官员都叫过来 哎,简单的询问了几句 具体问点什么内容呢 哎,简单说就是 哎,大家都来说一说 这个,哎,监儒这一伙贼寇 哎,袭扰我们魏军以及周边 啊,都做了多少件坏事呀 哎,这个官员们呀,一听这这坏事太多了呀 哎,就慢慢的细数起来了这个,哎,监儒这一伙人的罪责 然而呢,听了半天 王鹤就皱起了眉头了 哎,这说的都是点什么破事呀 谁家的娘子让抢了 谁家的米缸子空了 谁家的鸡鸭都被提走了 这说的是什么呀 人家这个这个监儒是敢杀两千弹品级的官员的狠人呀 你们都不能有点想象力吗 哎,这发挥想象力 这王鹤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呀 哎,如果这点提示,哎,你都点不行你 那众官员呀,那也就白在这个官场上混这么多年了 所以呀,众人哎,皆摆出了心知肚明的一个样子 哎,见到话都说的差不多了 哎,这王鹤呢,脸色陡然严肃了起来 语气当中呀,也夹杂了几封杀伐之意 啊,王鹤就说 各位呀,天子自下 出了这等龌龊之事 哎,当以雷霆之事击溃反贼 哎,不能再让这伙反贼呀 祸乱万民了 如等呀,做好权力的配合 以戴罪之声 完成这个口贼的任务 这王鹤呀,成功的 就将这个众官员 绑在了自己的这一家马车上 可以说,哎,这一番话的意思就是 一荣俱荣,一耸俱耸呀 如果这个事你办不好了 你们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 都是口贼不利 都是地方的恶观 所以呢,为了挽救这个万民与水火之中 也为了拯救天下黎明昌生 当然最邀请的呀 还是要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 所以一听王鹤这么说 一众官员呀 也跟玩的命似的 忙里忙外 配合这个王鹤的这个讨贼的步伐 那是比狗都听话呀 王鹤让你往东 他们就绝不往西 王鹤说让你下水呀 他们就绝不后退 就这样 围绕着王鹤的指挥 大小官员是齐心协力 各部门呀 配合是相当默契 缴肥的效率呀 也是非常的高 这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下来 不仅呀抓住了这个 监儒和贩主 还将其麾下的步众 一往大进 该治罪的治罪 该流放的流放 等待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王鹤呀 这才拿出骤伤 开始呀给这个汉武帝留册 写工作汇报了 王鹤呢 在这个工作汇报当中呀 将这个监儒一伙人描述成了 这个穷凶极恶的盗贼反贼叛军 而将卫军当地的这个官员们呀 描述成这个赶陛下天恩 发奉学痴奉力较贼的这个强力辅助 可以说呀 是代罪立功的典范呀 一个个呀 都呀是好同志 都是这个好官员 而这麽来看的话 这个监儒贩朱浩浩浩荡荡的贼手势力 最终呀也只不过是王鹤退休路上的垫脚石 而众官员呢 为了洗清罪名 也是竭力的去除政治的误点 所有人都知道呀 这监儒贩朱为什么会起兵造反 不就是饿的吗 也都知道这是刘策呀 都是汉武帝大兴土木发动战争所导致的呀 但是呀 所有人在这件事面前 只能保持牵默 因为呀像监儒贩朱这样的故事呀 还有很多 而且还将持续下去 直到汉武帝回过头来 看到国家已经被他折腾的是千疮百孔的时候 这汉帝国呀 这一台发动了44年的战争机器 才慢慢的停下了脚步 当然了 这是呀话又说多了 我们回头再说王鹤 这王鹤呀 诛杀了这个监儒贩朱一系列的同党之后 本来呀 他的任务算是圆满的完成了 可是突然呀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也难倒了众位的官员 就是呢 这监儒贩朱手下聚集起来的刘明 这人数众多呀 这一些人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都杀掉吧 其实呀 这样的这个反叛在当时 如果落在其他的锦衣御使的手中 管你是头头小弟呢 基本都是直接杀头 但是呀咱们说的这位王王的太阳王鹤 他不这么办 他呀当时就勒令当地的这个宪长官 主事以及主部等等这一众官员吧 让这些官员呀将这些流民妥善安置 想回乡的给上两个小钱 一袋小米打发了 不想回去的呀 就留在本地 就留在这个卫县 官府呢给登基造册 以后呢 若是再行叛乱之事的话 这些人呀 力战不扰 而王鹤呢 此举不仅令这些流民们呀 是感恩戴德 就连官府的官员都最为钦佩他了 这个人呀 简直就是仁义呀 而之后的事情呢 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王鹤呢 并没有为难这个监护霍乱 涉及到的一些大小的官员 而是一一放过了他们 所以呢 魏军有王鹤在 可以说是安然的度过了 动乱时代的问罪之祸 而相比之下呀 其他的郡县可就没这么好过了 这王鹤这个同僚里边呢 有一个叫做报胜之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呀 办案是一点情面不讲 啊 智力盗贼的时候呢 不仅处置了涉事的官员 同时呢 连坐处置了大批设施人员 比如说是张三和李四是邻居 啊 李四起意逃跑了 那张三呀 他没跟着去 但是呀 这官府不管你这些 啊 就因为你们是邻居 啊 就认为 你和这个盗贼是有关系的 那一起抓起来 一起 审讯 一起问咱 您看看 这得多无辜呀 而在当时呢 这种酷吏般的作风 流行于这个锦衣御史当中 因此呢 这王鹤每次听说 哎 哪个锦衣御史到当地呀 处置了多少多少的官员 杀了多少多少的叛贼 哎呀 他呀 自己也是唏嘘不已 滥杀成分的官吏 哎 如报声之江冲这些人 后来呀 都假官进爵 做了高官 但是唯独王鹤呢 他杀的人很少 而这个绩效考核呢 在汉武帝那里 也是不达标的 最后呢 就被汉武帝 以这个愤识不称职 哎 为由 免了王鹤的官 这一切呀 其实都是按照王鹤的计划 哎 这个进行着 没有一点的差错 这回首数十年来的 这个政治生涯 王鹤呀 可谓是过得心惊胆战呀 每一天呀 都是担惊受怕的过之日子 而终于呀 在这一天 哎 终于结束了 他呢 不再担任这个锦衣御使了 他手上也不用再去 沾满王公贵族的鲜血了 甚至呀 他兵不血刃的就贫富了 魏郡的这个励志和匪患 反观同为锦衣御使的 报声之江冲之流 这两个人呀 因为这个酷吏作风 是深受汉武帝当时的器重 这些呀 在历史上可都有记载的 在汉书上 啊 这些人最后都怎么了呢 都爱做了高官 但是最后呀 却都被汉武帝给杀死了 谁赢谁输 啊 不是看短期内的德语似的 对于王鹤而言 政治上是没有输家的 能活到最后的人 这才是最大的赢家 而王鹤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呢 王鹤凭借他敏锐的这个洞察力 和对当时这个时局的一个判断力 这才得以保全了王家的血 王鹤呢 免官以后呀 就回到了他的家乡 我们之前也说过 当时的王鹤 哎 他的老家呢 确实是有一个仇家的 这个仇家呢 是东平临宗室 哎 这是世仇 而自己呀 也当了这么多的锦衣御使了 回去之后呀 您别说是这个仇人搞你了 这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也看不起你这样 沾满鲜血的这个柜子手啊 于是呢 这王鹤就举家 搬到了魏县的一个 原城县的一个小村子 在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个 没人居住的小山丘上 哎 就定居了下来 而且呢 当年因为这个王鹤呀 恩惠的官员 在这个郡县有很多 所以并没有因为王鹤被免了官 哎 这些人就不认账了 恰恰相反的是 这些官员们呢 也都很尽心尽力的 帮助王鹤 签了户籍 挪了池塘 哎 当地的老百姓呢 也就是当年的那些流民们 也都哎 感念这个王鹤的当年的恩德 毕竟呢 在这里有一部分人呀 曾经确实是因为王鹤 这才免于一时的啊 于是呢 在搬完家之后 村里边的人呢 还给这个外来户啊 也就是王鹤 推荐他呢 成为了当地的三老 三老呢 就是西汉时期的这个郡县里边 哎 富有这个教化职能的一个官职 一般呢 只能由当地的有修养 德高望重的这样的长者来担任 按照后世的历史资料来看的话 这王鹤呀 担任的很可能啊 他不仅是这个乡里边的三老 有可能是中贵的这个县里边的三老 所以王鹤的这个曾祖福呀 就这样哎 安家落户到了哎 这个元城县 并且成为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力 我们纵观这个王鹤精明的仪式呀 也万万的想不到的是 当年给自己精心挑选的这个退休宝地 日后却成为了这王家真孙 王莽的龙心之地呀 当然这些呀都是后话了 我们现在还得继续说回王鹤 说王鹤呀 带着家里边的人哎 安家落户到了元城县 哎 就着力呀 加强了对两个儿子的这个培养 王鹤的一生呀 一共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王静和王洪 王鹤呢 打死也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 从这个权力的中书退了下来 哎 离开了那个让人厌恶的官场 而他的长子王静呀 在长大成人以后 却又带着王氏家族杀毁了官场 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这个王鹤在元城县安家落户以后 他呀 再也不用操心这个刀尖舔血 打打杀杀的祸事了 他呀 终于可以收拾出心事 来教导这两个孩子了 他呢 最喜欢的自然是他的长子王静 也就是王王的爷爷 而王静呢 在少年时期呀 这王鹤就将他送到了这个长安 去学习法律知识 哎 希望儿子呀 以后 哎 能在县里边做个官就行了 不要做太大 最好呢 是在自己的这个元城县 哎 做官 相互之间呀 对家里也有个噪音 然而王静这个人呢 哎 他却不想服从父亲的安排 他呢对这个做官读书 一点兴趣也没有 哎 也不能这么说吧 这个王静呀 只能说是他 哎 不想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做官 主要是因为呀 这太辛苦了 王静这个人呀 不喜欢辛苦 他呀 每天哎 嫌弃那种这个读书的日子 齐早贪黑哎 头悬梁追刺骨的 还要学习背诵枯燥的这个法律条文 学成以后呢 又回自己的那个破烂的小元城县做个官 没意思 所以呢 这王静就不愿意干 啊 这长安有多好玩 哎 父亲送我到了长安县 我见了世面 而且在天子的脚下 蒙庭若市的 到处都是好玩的东西 这王静这孩子呀 从小就收不住他这个心思 很容易就受到环境的影响 也不知道是这个求学的这些年呀 被同窗给带坏了 还是什么其他的缘故 反正呀 这个王静是逐渐的变得呀 是不修蝙蝠 极其好酒好色 这王静每天就是头也不梳 脸也不洗 衣服穿的是歪七扭八的 到处干一件事 干什么呢 抠的小姑娘 娶小老婆 哎 好色的程度呀 连他的结发妻子李氏 都有点受不了了 每天回家呀 这个李氏就和这个王静吵架 哎呀 还动不动的 告到了王鹤那里 哎哟 这您您您老人家 您看看您这儿子吧 这天天往家里边领小老婆 哎呀 我这个做妻子的实在受不了 其实呀 换给其他男人的话 可能也就哄一哄就过去了 但是王静呀 他不一样 他呢 不仅没有安慰他的这个妻子李氏 反而呢 哎 来指责他的妻子 什么话呢 汉书上记载说 整身如此散动 啊 就是连马带踹的 给人家羞了 还骂人家呢 哎 喜欢嫉妒 哎 可不嫉妒吗 你天天 哎 干这么荒唐的事情 所以啊 这小子的荒唐行径啊 显些 没把他老子王鹤给气死 然而呢 不管这王鹤怎么打 怎么骂 这王静就是改不了 啊 也不肯去把他的老婆李氏 切回家 闹到最后呢 夫妻两个人 哎 只能是彻底的决裂了 而王静的这种行径呀 如此的放盗 按理来说 这种人呀 就是家族的败类 社会的人渣 这样的人呢 哎 你还想做官 但是呀 万万没想到什么呢 人家不仅做了官 还封了爵位 啊 这一下呀 有朋友可能要怀疑了 皇帝难不成是个昏君吗 连这种花花公子 都能让他做高官 哎 您还别说 哎 正应了那句话 命里有时呀 终须有 命里无时呀 莫强求 王静这个人呀 虽然说是蓝蓝 散散 花花公子 不修蝙蝠 但是这个人呀 却非常的聪明 而且呢 王静好命呀 为什么说呢 在他的指示身上呀 这他的好命 就体现的越来越清晰 那么究竟王静的子女 是何等命格呢 能将如此不堪的 这个老子给扶成大官呢 下一期呀 我们接着来讲 穿越这王莽系列评书 之王静的子女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记点赞 关注 收藏 得这样 每天更新 大家不要错过